我用手機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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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機的召喚 用手機的召喚 把手機的召喚 把手機的召喚 用手機的召喚 當打樣完成後 就要初步加工木料 我們將按照 側樣上 從下往上的位置 分別介紹柱子 嵌 斗 割梁 水口 直筒的初步加工方式 當木料粗加工完成後 便要滑墨 然後按照滑墨 確定的筍頭 毛口形狀進行金加工 建筑的各個構建 便完成了 加工柱子的木料 要求質地優良 先將粗料在木碼上架平 利用杖杆在粗料上 點出柱子的長度 兩端加工出兩個樹枝面 再利用圓規在兩端 分別根據柱頂頸 柱頂頸 畫出兩個圓 再利用木斗槌 分別畫出兩端圓的樹枝切線 將兩切線 與粗料表面的交接點 相連接 獲得第一次下斧的墨線 然後 將柱子轉過一個小角度 大約30度左右 重複上述過程 於是粗料便成為一個多面的棱台 在一邊 切成筵條 木瓜 切成筷子 即食 long 切成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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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用豹子进一步抱皮 柱子便成为一个圆台 它的初加工便完成了 在此项工程中 斗位于柱头 主要用来承接割凉 首先要制作一块六寸厚的斗树 滑墨如土所逝 其次将多余木料凿去 并在斗底凿出一个个方形毛眼 用于插入柱头的笋头 然后通过锯杂 逐个加工出纵向的斗口 接下来便将斗一个个从斗树上切下来 然后逐个加工横向的斗口 需要逐个画出斗口的深度 然后再次聚着斗口 最后将斗的表面曝光滑 最后将斗的表面曝光滑 斗根据用途有四半三半之分 也有除垂直以外的其他角度斗口 如六角亭中的斗口角度为120度 当地将连接柱子而不沉重的水平木料 称为茧 茧分为过肩茧 荡茧等 过肩茧便相当于蓝额 茧多做成月亮状 它要选用有点弧度的木料 然后用杖杆点出两柱中线位置 再在旗上画出笋头 茧身的宽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要用锯子、斧头加工出笋头 corporation 切切切切切切切 camp すごい 孤ged 伈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加工芡的表面形状 芡是属于做扁的构建 表面要用斧头批平 芡的底部微微向上拱起 是一个微妙的曲面 先弹一条控制底面最高点的墨线 然后用斧子批出曲线 芡的上部有两条盆木加高 先要在芡身上凿出两条顶槽 顶槽先用斧批出 然后再用边方加工 之后再加上两片虫木 使枝显得高大 虫木用较薄的木材编料做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用竹钉钉在嵌的两个顶部 面槽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嵌的加工便完成了 割凉是架在斗上 承接水口紫架直筒的水平构建 割凉的加工重点在于其两板头 这是一种在南西江传统建筑中 常见的沿下构造 两板头的部位 一般由两根以上的木料重合而成 其上有两个用来承接水口紫架的毛孔 割凉首先要加工主体 先画出两头柱中线 根据柱中的位置和两板头的宽度 加工粗木的两端 使枝成为两片宽度为2寸8的木板 再加工量身主体 去除树皮 但仍然保存其圆滑饱满 然后制作两块重木 加在两板头的上下方 用竹钉连接 竹钉是用竹尘做的 即一种在烟冲口熏了一年左右的竹材 竹钉一般用在将几块木料拼成一个构建石 优优独播剧场——YK 然后比着木板画出两板头的外轮廓 两板头的模板形状可以理解为 一个月亮的端头加一个滑拱 再用锯子、凿子做出两板头形状 两板头如果没有加凉身 便称为旗杆头 这次它用在六角亭上 同样承接水口与子架 加工毛眼时 先根据柱中线 找到两个燕尾笋毛眼位置 用扎范画出毛眼形状 然后用凿子凿出四个毛眼 毛口的横截面与纵截面都为T形 形状要求十分精确 在凿的过程中要不断用扎范 调整一板叫准它的形状 于是一条割凉便加工完成了 水口 水口相当于下瓶团 是岩柱上方承接船子的水平构建 水口通过燕尾笋卡在割梁上 水口由一根原木料 一根方木料上下组合而成 方木料也称为割枝或莲枝 它与原木料相交处要加工成弧形 再通过竹钉钉在原木料上 水口加工的关键在于其端头构造 端头的上部为四寸高 一寸四长的盖背 中部为燕为笋的笋头 当地称为渣 大木老司首先在水口端头 画出盖背的形状 然后利用锯、鑿将之加工出来 如果受到木材大小的限制 盖背的高度不够 还要贴上一条木料 使得其高度为四寸 再在其下方利用渣范画出渣的形状 同样利用锯鑿加工而出 渣的形状上大下小 外大内小 水口因为承接船子 所以还要在其侧上方加工出于屋面坡度相同的斜面 于是便要根据水的算法 在端头求出所在位置的水 此外还要比着杖杆在水口上排好船线 相邻的船子相距四寸一 边尖的水口要用深头木 从而延续屋面的起窍 称为烧起 紫架与水口的端头构造十分类似 其截面为方形 只用一根木料 但其两端下方都有梯木 所以端头构造是在梯木连接好之后统一加工的 这样水口与紫架便加工完成了 纸桶是架在梁上 用以支撑洞行的竖直构建 首先将旗下的梁找出 架设在一个水平面上 再在梁的阵中画出纸桶的位置 将纸桶粗料放在梁上 用墨斗锤调整它 直到竖直 因为梁的截面是不规则的 要利用圆规笔 沿着梁的表面在纸桶上画出两者的交接线 并在梁上画下这根交接线 然后沿着交接线用锯子 枣子加工直筒的底面 使枝与凉面完全贴合 并在中间留出一个插入梁身的笋头 之后再在梁上 凿出承接纸桶笋头的毛眼 笋某交接面完成后 便将纸桶稳稳地插入梁身 用装门标示屋架高度的分杖杆 在纸桶上点出纸桶顶面的洞行毛口位置 以及圆洞毛口位置 然后在纸桶上进一步画出顶面 圆洞的毛口形状 纸桶的中部要插入两条圆洞 所以要凿出一个侧面开口的长方形毛眼 它的顶面要承接洞行 所以要凿出一个朝上开口的长方形毛眼 最后在纸桶底部写上它的位置以及名称 这样纸桶便加工完成了 这样木构件的初步加工便完成了 接下来要滑墨即设计各构件互相咬接的笋某 因为大部分构件都与柱子相连接 所以滑墨是围绕着柱子展开的 先将一颗柱子以及与它相连接的所有构件都搬到一起 再将柱子架在两条同高的凳子上 然后在柱子两端利用鲁班尺和墨斗锤 画出过两端圆心的十字 在柱子朝上面曝光滑 并写上它的名称 代表这便是它朝向建筑内部的那一面 然后将十字的四点相连 在柱身上弹出四根墨线 然后拿来杖杆将尾端桑橱记号对准柱底 将正确的刻度面对准这根墨线 比着钉字尺 用墨线从头到尾依次标注各个孔点的位置 然后利用囊托尺画出各所秒处的水平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些平面已经考虑到了侧角 它们于柱子的中轴线并不垂直 画侧角的诀窍在于狼托尺上的两个侧角点 在画平面时一端用尺尾对准中线 一端用侧角点对准中线 便获得了侧角 然后选拨一个节点 在柱头上在原先已经画好的木线两边 根据那样外样画出柱子的外形位置 便得到了笋头的长度 一般一个毛眼位置 前后左右都有木料与柱子连接 如何安排它们的笋头形状 使之拆入之后不会相撞 而且能互相咬合 便是利用分隔的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回到柱子上 在各个水平面上画出相应的毛眼形状 复查这一圈水平面的笋头毛眼 彼此有没有相撞 然后画下一圈水平面的笋毛 因为柱头有抖 最后还要画出插抖的笋头 滑墨之后 要根据木料上的墨线、符号 在柱子上打孔 在嵌的构结上切笋头 打孔与切笋头的要求是流线 即墨线在加工过程中要始终保留 墨线具有一定宽度 这样的要求使得笋毛的咬结更紧密 这样各种构建的加工便全部完成了 wunderbar 在一起有时连与山马尾道 南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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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 南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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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子就有哪个 盖子乎你了天啊 盖子乎你了嘛 盖子书狼狼狼狼 盖子书狼狼狼狼狼